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岸元气女团粉米斯奈 在今年2月初预告回归 但是官方SNS 从那以后就没有任何更新 甚至取消已敲定的活动 令粉丝们十分担心 索性组合终于再消失 近三个多月后 以首张正规专辑回归 回为一年推出新作品 令粉丝们激动不已 诚人们也在回归当天 举行了粉丝见面会 期间表达了激动的心情 也不妄感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而专辑预售开跑后 新专辑的首周销量 比上一张专辑少了15% 不如预期的表现 加上Hive娱乐正在准备女团选秀节目 让粉丝们很担心 粉丝们会因此被解散 不过大部分粉丝人正面看待 认为粉丝们在海外 以及军队中的人气很高 而且这次还拿下了打歌舞台冠军 表现还是很不错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